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现在讲解关于这个纽约市通行证钥匙 Key to NYC 那这个Key to NYC这个政策就是从8月17号开始 所有提供室内娱乐餐饮业或者是健身服务的企业必须要要求检查工作人员或者是年晚12岁以上的顾客疫苗接种状况 并且仅允许接种过至少一击疫苗的人进去室内 那这个法规从2021年9月13号开始全面即行 首次违规的行为就是口头警告 因为这个幻灯片里面就是有一些信息可能有一点更新 就是说首次违规的行为是口头警告 那第二次的违规就会发钱 发1000元 那如果你重复或者是多次违反这个规定的话 小企业将会收到高达5000块钱的罚款 那我们不同市政府的宣传小组 现在在每一个区或者是每一个社区住家住户 向小企业业主讲解这个Key to NYC的内容跟细节 那在右手边你会看到三个受影响的小企业 就是餐饮业跟健身还有室内娱乐 那里面还有很多大大小小的不同行业 也会受到这个Key to NYC的影响 那在Key to NYC对以上 像刚才我提到的三个不同的企业的要求 刚才也提过了 企业主必须要检查员工 还有年满12岁以上的顾客的疫苗接种状况 并且仅允许已经接种至少一机的人 然后小企业也必须要在门口 粘贴Key to NYC的标志 必须要贴在清楚可以见的地方 以便顾客在进来的时候可以看到 那这个标签你可以在我们的纽约市网站 myc.gov 写线杆Key to NYC下载 也可以打电话到我们的311 去拿这个Key to NYC的标示 那如果客人年满18岁的话 那同时间也必须要检查身份证 方可以进去这个室内场所 那小企业也必须要计定一份书面的计划 那在计划书中可以讲解你如何检查 工作人员跟顾客的疫苗这种证明 那这个书面计划也必须要保留在店内 以供检查 那右手边你会看到的是三种不同的 就是疫苗的证明 第一个就是NYC COVID Safe App 这个是一个在手机可以下载的程序 那你可以下载之后把你的这个ID 还有这个疫苗的证明上载上去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New York State Excelsior Pass 它这个是四维码 然后也可以就是其中一个提供证明的方式 那第三种方法就是拿着这个CDC Card 就是疫苗的证书 那同时间你要出示这个ID就是证明文件 那时候我会介绍我另外市政府的同事 它是代表纽约市人权部的冯小姐 那接下来他会跟大家讲解一下 这个安排 合理安排的细节 那我现在把时间交给冯小姐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纽约市人权局的专员 我姓冯 叫冯玉文 那刚刚这个方总监提到过 就是关于这个Key to NYC 是对这些小商业对员工 还有对这个顾客的一个要求 那在纽约市人权法里面 因为禁止 因为下列一些情况受到歧视 那当他们有这些情况的时候呢 作为一个小商业 对您的雇主或顾客呢 应该提出一个所谓合理的一个安排 英文叫做Reasonable Accommodation 那这个合理的安排 我们在这里呢 给大家做一个解释 那如果您在纽约市呢 有提供服务 或者是有这个销售货品的话呢 您对您的顾客呢 都是要提供所谓这个 如果是因为他们有残疾的话 你要提供一个所谓合理的便利 那这个合理的便利就是说 如果顾客他因为他的残疾情况 也就是因为他的disability的情况 他没有办法接种疫苗 那自然也没有办法出示这个 医疗接种的话呢 您必须提供一个合理的 然后真诚的一个合作性的对话 来了解到您是否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安排 那当然这并不表示说 他就可以因为他这个情况 然后破例能够进入室内 用餐饮等等 并不是他是一个特例 而是看怎么样有个折中的情况 例如因为现在对这个key to NYC主要是 针对室内使用 那您的合理安排的便利可能可以是 例如说提供他这个订外卖 所以呢他进入室内的情况 只是所谓的这个quick and limit 就是在快速跟有限的情况下 进入室内而且配戴口罩 那或者是说他可以坐在这个室外的餐饮用区 那又或者您如果是健身房 他可能可以上你们的一个虚拟的课程 那或者是如果你是参加戏院等等的话 可能可以去看你们网路上有这个 已经录下来的节目等等 那就是说您还是在提供合理的方便的情况下 但是又不会违反到这个法律 那当然对于我一个小雇主 这key to NYC也不只是针对顾客 那还有针对员工 那在纽约市人权法呢 是要求这个雇主呢 必须为这个有残疾的 有怀孕的或宗教信仰 还有如果他是家暴 或是性犯罪受害者呢 提供一个合理的便利 那这个合理的便利 again就是并不表示说 他们就可以完全违反 现在key to NYC的一个要求 而是说他们因为这些情况的话 可以要求一个合作真诚的一个对话 来了解到有没有一些适当的安排 比如说这位员工 他可能可以选择在家里工作 或者是他如果是一个服务员 他可能就负责那个餐饮 外部的这个给客人做这个服务 而不是在室内 如果他因为以上这些因素 他没有办法打针或提供医疗卡的话 所以当您根据他这个情况 可以提供一个合理的便利 像刚刚这个slide里面提到 远程的工作或者是室外 远离其他会跟其他员工或顾客 不会有这种交流影响到 他会影响到其他人的健康 那当然如果这一类的合理的便利呢 会为您的顾客或企业或其他的员工 带来威胁的话 那当然不是说一定要完全的提供 但是一个真诚合作性的对话 是必须的 Next slide 那这里呢就是刚刚方总监有提到过 门口就是要贴这个条子 那当然因为很多个体 个别的情况呢都可能会发生 那欢迎您这个扫码了以后呢 可以到纽约市这个key to nyc的网址 那里面也包括我们纽约市人权局 里面有大概四页更详细的指示 就是关于这方面的一个问题 那还有就是这个纽约呢 市的行政审理跟听送办公室 也就是所谓的OS办公室呢 他们有一个训练企业的一个 化解冲突的一个影片 那当然也欢迎小商业业主呢 可以观看这个影片 多了解到有哪一些方式 可以化解这些冲突 您可以拨打 其他的问题 您也可以拨打这个纽约市 小商业局的一个热线 那我们跟他们有合作 有把常见的一些问题呢都解答了 那下面还有一些具体就包括 如果有人提供伪造或虚假的记录 去哪里举报 那如果他们你们面临歧视的话呢 也可以到我们纽约市人权局的网站 是nyc.gov 斜线humanrights 或者是打311转人权局 或者是打我们的专线 212-416-0197 212-416-0197 那按4的话呢 就可以直接用中文留言 Next slide 好 谢谢冯小姐 那我在这里就是强调一点 也很非常感谢冯小姐 刚才对这个KeyToNYC的 详细的解释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的话 你可以打电话到我们 纽约市小企业服务局的 热线电话号码 888-727-416-0197 888-727-416-0197-4169-0203 你也可以发送邮件到我们 Covid-19 Bits at sbs.nyc.gov 去查深更多的关于Key to NYC的问题 那在这里我有收到有两个问题 就是关于Key to NYC的 那其中一个就是说 很多小企业问 小企业需不需要把所有的客人的疫苗增建 就是记录下来 其实答案是不用 那纽约市的要求就是说 你在开店的时候 你检查 只要你有这个Key to NYC的海报贴在门口 第二就是你查看客人的证明文件 就是ID还有这个疫苗的证明 那第四样就是在你的店里面 必须要有一个书面的计划书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按照这个Key to NYC 罚规就是合规了 那不会有什么其他的违规的行为 那另外一个就是冯小姐又提到了 如果你不确认这个疫苗的证明 是不是真实的话 你可以打上去查询 或者是刚才又提到了就是一个热线电话号码 你也可以打电话过去查询一下 那冯小姐你这边有没有其他就是问题可以解答的 是那我们这边呢也有一些常见的问题 就是有的朋友听到刚刚提供合理的便利 针对这个残疾或其他受保护的一些类别 就询问说那是不是这些就是所谓例外的情况 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有这些情况 是不是表示我就可以用残疾的原因就在室内用餐 而不需要提供医疗证明 这并不是所有Key to NYC的规定呢 还是存在的 只是因为你如果有残疾这些或其他这些情况的话呢 这个作为小商业的业主或者是雇主 应该提供一个合作性的对话 来看看有没有比较折中的方式 像刚提到让你在户外用餐 或者是让你在户外从事您的服务 就是比如说你是一个waitress 那你可以或waiter在外面做您的工作 并不表示说您就不需要打针卡 然后就可以继续成为一个例外 所以这是最常见的 那第二个常见的问题 大家就问说 那这个小商业或者是雇主 可不可以跟我要文件呢 如果跟我要文件的话 那不就会违反到所谓的这个HIPAA 就是说我有一个保留我健康隐私的权利 那我为什么要提供这些跟我健康有关的资讯呢 那首先呢 我们必须提供这个提醒这个业主跟雇主一个关键 就是说您不是着重在它到底是属于哪一类的残疾 而是专注在怎么样解决眼前需要服务的客人 或者是您的雇员的情况 例如像刚刚提到过可能是提供外卖 或者是坐在户外餐饮区 那至于他要提供怎么样的证明 原则上他不需要提供一个详细列明 他有什么样的一个健康情况 他不需要给到这么详细 而是比如说如果他是个雇员 他不能够打这个针 那您可以说要求的雇主证明 就是说他现在是不适合打针 他不需要具体提供什么内容 那如果是宗教因素等等 有时候也是不需要提供内容 但是因为这里没有例外的情况 所以提不提供证明证件呢 并不是这么的重要 反而就是说您看看有没有什么 在合作的方向可以来解决双方 就是他也能够享有一个工作权 那你也能够使用到这个人力的 这样子的情况 那这是我们比较常见问到的问题 那还有一个社区领袖给我们的问题 就是说如果说刚提到要提供这个证件 刚才方总监提到过 除了出示疫苗卡以外 要能够提供一个18岁以上 要提供一个证件 那如果是这个外籍人士 他没有办法提供 就是比较正式的证件的话 这个问题也是常见 方总监您觉得这问题你答 还是我答 我觉得其中一个方法就是 你可以就是把你的护照 就是外籍的人士 如果你的旅行的证件 护照就是可以出示的话 当然是其中一个可以接受的文件 是的 没错 就是不一定要是美国官方发出来的文件 即便您是持有外国的护照 那还有就是外国护照的copy本 因为有些人在入境的时候 可能面临了一些情况 所以他没有证本 那如果他有提供影本的话 也是可以的 那另外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纽约市是一个国际的都市 很多时候客人 他提供的疫苗 也不见得是 这个在美国打的针 那如果是国外的话 这些其实都是可以符合资格的 那当然如果具体你有更多的疑问 那都欢迎你打到 现在这个slide里面 有一个小商业局的一个热线 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问题 那在这里也非常感谢冯小姐 在代表人全部 跟大家解释这个Key to NYC的资讯 那在这里有什么疑问的话 还是那一句话 就是打电话到我们的 纽约市小企业服务局的 热线电话号码 888-727-4692 我们也会有些人用中文 跟你解释一些Key to NYC的问题 那在这里也感谢主办方 为我们举办这个讲座 那在这里跟大家讲声谢谢 晚安 早安 你 起